在昨天的国庆大典上 当然呢 总统赖清德 他有他的这个国庆演说 那么韩院长呢 他有致辞 这个高度呢 当然大家都可以高下立判 看得出来 直求对决 谁更能够展现风范呢 好我们看到呢 这个韩国瑜要他讲说 让世界知道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那其实呢 在这一次他担任庆酬会的主委 在整个安排之下 规划之下 非常的有中华民国的元素 大家都感受到了 浓浓的这个爱国的气息 那同时呢 你看到他自己搭配的领带呢 是国旗配色领带 非常的鲜艳突出 那他要讲了关键的四句话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宝 哇真的金句连发 网友说啊 讲话超有内涵的哦 台风超稳 听到热泪盈眶 确实有高度 真的不简单 好看到立委业言之后 他说你看 韩国瑜来担任院长之后 很少来表达政治立场 可是利用这个机会 谈到国会改革坚持 非常的有guts 那实际朋友员罗昂哲呢 他就分析说 听起来 这个相比之下 韩院长比赖总统多了一份情感 他说如果赖清的演说有80分 那韩国瑜应该有90分 是不是也到天花板了呢 那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新宜呢 他分析说 韩国瑜呢 不回避历史 坦然的感谢乔胞 前辈部组 承认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坦荡的格局 使得发言跟中华民国国庆 紧紧的扣合在一起 联合新闻网的相关评论讲到 在主权跟国家认同的议题上 赖清德提了三种国家称呼 包括讲台湾呢 讲中华民国 讲中华民国台湾 而韩国瑜是直求对决 就是强调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那赖清德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呢 不妨听一下赖清 听一下韩国瑜的建言 更有骨气 还有勇气 可以让世界知道 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 好 看到昨天的这个场合 赖清德 当然他讲的话 跟韩国瑜讲的话 就会被拿来做个比较 那韩国瑜呢 真的你看金句连发 必须让世界知道 那这个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台北市委员游淑慧他就说 韩国瑜这段话讲得非常好 只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完整完美 我觉得今天韩国瑜的一段话 我真的觉得 你有被打动吗 非常好 那一段话 我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完整跟完美 中华民国是国 美丽台湾是家 中华文化是根 自由民主是宝 其实他已经把 所有一切都讲了 你民进党也不要吵了 然后这个珍惜我们 自由民主的制度的 我们也觉得很快乐 很骄傲 那中华民国派的也认同 对不对 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我们的家是美丽的台湾 那两岸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文化 但是我们的骄傲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大陆也没什么好不满的 所以你看其实我觉得会讲话的人 有深度的人 他不用去拖时间演讲 你知道吗 不用像这个赖清德要拖时间演讲 你看这其实就只有几个字而已 六四二十四 二十四个字而已 二十四个字而已 我就说我给他评价就是 完整跟完美 没有一个民进党你要挑他的错吗 对岸你要挑他的错吗 我们中华民国派当然更赞成 他这二十四个字 然后我觉得他也是 我觉得今天两个主角 就韩国瑜把立法院长整个做大了 过去的苏家全跟游锡坤 把立法院长整个做小了 其实国会的这个院长 国会的这个leader 在民主国家里面 他应该是跟总统平起平坐的 因为他代表着民意 可是过去的两任立法院长 因为他们把立法院变成立法局 所以把自己做小了 但是今天韩国瑜把自己的这个 拉着跟赖清德 赖清德在里面 在国庆文告置入总预算这件事情 韩国瑜就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 置入国会改革这件事情 你请你的我请我的 我们各有各自的立场 各有各自要表达的 那韩国瑜也不忘去栓过去八年 你们把国庆办的什么 办的跟什么一样 把中华民国藏起来 这样盖起来遮遮掩掩的 所以他今天要让中华民国 大放光彩 好在昨天的国庆大典上 那看到呢韩国瑜在致辞之后啊 还去跟前总统陈水扁来握手致意 那同时也为柯文哲来留下一个座位 其实呢庆仇会有跟我们透露说 因为柯文哲本来就是这个政党的主席嘛 所以要给予应有的尊重 当然呢也会发邀请函 那也留了一个座位 好我们看到立委陈昭之他说 其实在阿扁卸任之后 第一次来出席国庆大典 因为民进党当时立法院长啊 总统从来没有邀请他 而韩国瑜上台致辞 一开口就称呼陈总统 他说这是何等的风范呢 那民众党的立委讲 说韩国瑜是真正的展现了高度 试图在这个场合 国庆大典上要团结 所有不同想法的台湾人 好那我们继续看到的是呢 因为赖兴德他的国庆演说 感觉呢相对来讲 相对于在这个国庆晚会讲的 祖国论啊等等 的确好像有比较有善意一些 所以呢会不会影响到 今天要来吃的和解饭呢 好在今天呢朝野中午要来吃和解饭 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会邀请 包括有先任长卓龙泰还有三党的党团的干部 好那据了解呢赖兴德他是不出席的 好不过国庆致辞我们刚刚讲有释出善意 也感谢两院呢愿意开启合作 好辅方官员说因为总统的角色 不会做愿记的调解 但是会释放诚意 那立委赖时宝说 至今都没有看到赖总统主动跟在野来寻求合作 反而是一直在采取斗争的立场 也呼吁赖清德最好能够说出 跨党派合作由我开始 跟在野党可以当面沟通 那民众党立员党团副总招吴春成说 不要在内部找敌人 朝野一定会更加的和谐 美国新闻网的评论讲说 赖清德国庆致辞强调了 政党利益永远不能凌驾于人民的利益 而韩国瑜是力挺国会改革 那期待国会改革法案打造一个不造假 不隐瞒的透明政府 两个人在朝野议题上的说法 其实呢是有一种互别苗头的一个联想 我让人家这样子来联想 好那当然呢 大家就非常期待今天的这个和解饭 到底吃了会不会有更多的改善 问题能不能来解决吗 好我们继续关注呢 昨天国庆大会上赖总统发表 他就任首次的国庆演说 国际间也很关注 那庆酬会的主委 立法院长韩国瑜 在国庆焰火晚会上的致辞 妙语如珠也获得好评 时日评论员吴静怡他就说 国庆日的致辞声量 好你看到呢是赖清德第一 韩国瑜紧追在后 因为呢赖清德在国庆晚会的 祖国论的关系 让很多人在国庆大典时呢 对于赖清德第一次来发表 国庆演说感到关注 而且好奇 所以呢也创下了 好单日最热的政治人物 好另外呢他说 韩国瑜呢受欢迎的程度 是不容小觑的 好尤其呢在昨天云林 烟火的这个释放的一个场合 那还有看到的是呢 这个今天韩国院长就要开局 吃核解饭 蓝白卡预算到底能不能解开 好就要看韩院长的面子 能够做多大咯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是 朝野关系相当的紧张嘛 那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持续卡关 赖清德总统在国庆讲话之后 也跟在野党递出了橄榄枝 除了感谢立法院长韩国瑜 行政院长朱镕泰 开启了朝野的合作 那也提到了治水预算 也不再说啊希望可以尽快通过啊 那看似呢释出了善意的谈话 是不是还是有暗藏了这个免礼针呢 好在野党是不是要买单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那总统的国庆文告当中呢 内容提到要对于内团结 希望朝野互信和谐 亮哥说这种事情啊 光是用嘴巴讲讲的呼呼口号是没有用的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 重点是执政党 你有没有诚意要付诸实际的行动 那你不是说要包容 那你就就喊那个民进党 就承诺民进党明年不会介入罢免 那朝野好好来做事嘛 那你为什么不讲这种话 因为我是说你那个一定要感让大家有感觉你有打到点 你知道吧 不然你那边讲说哎呀我们不分党派朝野和谐 你讲这个叫屁话 比如说你在讲那个 好了你说东部人要给他一条安全的路 你讲具体一点嘛 为什么那个傅昆琦没有办法提案 因为这个必须行政院提案嘛 那你为什么你的左龙泰就立即承诺 今天一定那个路要延伸到屏东 那你为什么不对傅昆琦的那个东部的 起码的一个交通线 你就做个承诺 那行政院保证送案 事长就没有嘛 所以我跟你讲 这种空话听太多了啦 人家就去看你的具体的行为 对啦你要叫它落实嘛 对真的做一样来看看 国民党你要落实 人家国民党跟民众党一听就知道 你是不是有准备 对 有没有要做 要对我们做部分的事情 对那一听就知道了嘛 我觉得你有没有在做不一样的事 人家一听就知道了啦 所以光是那些口号有什么用呢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 钢防晒凝露